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,积极镇迎接12年一度全镇建教,不只民众配合亲口如素,甚至从事农业也得风扇尽水。 以网站上多可看见槟榔业者在整理收割的槟榔,但精确看不见忙碌的景象,就连大街上饭售的香蕉也是前一天才的。 农友说,既然是建教,那就彻底配合,让大地休养生息也不错。 冰郎业者说,昨天才忙着整理采集完的新鲜冰郎,但配合建教今天才开始休息,这当作趁机休假三天,没有太大影响。 香蕉农则说,未配合建教,之前做准备好要贩卖的香蕉,因此三天没采交也无妨,只希望大家齐心响应,让建教盛事能顺利进行,庇佑全镇和尽平安。 另有经营钓鱼场的业者,同样配合建教暂停营业三天,只见广阔的鱼温只剩所以不见钓客。 业者说,大家都知道建教不能杀生,三天暂时不营业,很快就过去了。 伴侣建教的主妙吉吉广盛公表示,建教就是要普渡好兄弟,并要风山进水不杀生,纵使是乌农,但因采集工作人为影响土地升息,干扰昆虫活动等,因此才希望大家能配合,并在三天建教期间暂停农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